和大家说一下哈 我昨天晚上把班级群给解散了 老师 为什么要 还不是因为各位的家长 你们回去和爸爸妈妈说一下 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他们了 别的班级的家长 在班级群里都是规规矩矩 特别遵守班级群的纪律 而我们班 除了朱少妹的家长 不在群里之外 另外的七个家长 像雾像雨又像风 双发起来各不同 每个家长都是班级群里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呀 我都截图了 先来看看 最喜欢发各种搞笑卖萌表情包的 袍子爸爸 当我在群里发作业的时候 当我在群里做综艺安排的时候 当我通知做核酸的时候 当我制止他的时候 袍子爸爸 就是我们班第一顽皮家长 班级群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地方 不应该发这些无聊的表情包 袍子 你回去告诉你爸爸 什么时候能改掉这个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进班级群 到了老师 这些表情包挺好玩的呀 快快乐乐的 不好猫 还有大嘴妈妈 她是我们班最爱打孩子的妈妈 当我通知中午留校的时候 当有人没交作业的时候 当我警告他 不能打孩子的时候 大嘴妈妈 一言不合就打孩子 搞得我 大嘴有什么事 都不敢告诉他妈妈了 是啊 我太难了 大嘴 你回去和你妈妈说 什么时候改掉 打孩子的毛病 什么时候才能进班级群 好的 感觉我的好日子 要来了 还有小薇的妈妈 是全班 打卡发截图 最默契的 每次都要发私信 催好几件 小薇回去和家长说 作为家长 能不能支持一下班主任的工作 什么时候能搞上 按时打卡发截图 什么时候 才能进班级群 我知道了 老师 小美妈妈是我们班 最爱怼人的家长 小美妈妈好像 见不得世上 一丁点的不公 也受不了别人 一丁点的质疑 每天在我们班级群里 怼天怼地 怼老师 怼老师 是的 她有时候 连我都怼 哎 我太难了 小美 你回去和你妈妈说 什么时候 能调整好心态 遵守班级群的纪律 才能进班级群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强强妈妈 是最喜欢夸奖老师的 夸奖我是好事 但是 要有个度 不能在群里刷屏什么 卫卫羽 祝福羽 强强妈妈一发 其他家长不好意思 也跟着发 结果 群里就开始刷屏了 然后一些重要的消息 就被顶没了 强强 你回去 告诉你妈妈 家长说好话 和不说好话 我都会对同学 一视同仁的 不会去别对待 所以麻烦她 以后不要在群里 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事 能做到的话 我再把它拉进去 太丢人了 还有把班级群 当成赚钱工具的妈妈 就是静静妈妈 三天两头的 在群里发广告 警告也无效 我只好把它 踢出群了 静静 你回去告诉你妈妈 能保证不发广告 我就把它拉回来 我知道了 怪小豆爸爸 就是我们班级群的 大bug 总是打错字 还把其他家长 都带跑偏了 怪小豆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语文不好了 原来是遗传呀 是你什么的事 有时候怪先生 还莫名其妙的 没人问 就自己回答问题 就是没睡醒吗 怪小豆你回去 让你爸爸好好看看 小学认字表 要是再打错字 带偏别的家长 我还会把它请出去 我知道了 老师 我爸爸真是个人才